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比较实战的一个重点环节 在前面我们安装了很多服务 以及学习了不少的利率格式的基础的一些命令 那么我们如果一是安装服务 当然是觉得很枯燥嘛 所以说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些服务把它应用起来 然后来搭建一个web程序 或者一个加化程序 一个python程序 这样的话才能对我们外面提供一个服务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学习PHP的运行环境的一个配置 我们主要是讲到三个目前比较主流的mwec的框架 来进行我们的实践学习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本次战阶的大体的一个目录 首先我们肯定会讲解我们PHP基础环境的一个配置 其次我们会对我们PHP的扩展进行安装 后面的话我们会讲解我们 Log5,Y2和我们TP5 这三个mwec框架的一个环境配置 我这里统成他们为吉祥三宝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PHP My Admin 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它是一个数据库的网页的工具 应该来说的话 在网页工具这一块的话 PHP My Admin是做得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缓程的一个专题式的管理工具 前面我们不是学习了我们的迈迈开启跟Redis 它的一些安装过程吗 然后也就用到一些TireLiter进行命令操作的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PHP Redis Admin 可以对我们Redis服务进行一个简单的管理 要想进行PHP环境的配置的话 它有一个最佳组合叫做AMP 我们总成为NAMP环境的配置 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一眼看过来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我们都已经安装过了 R的话是Linux 我们这里所使用的是我们的SendOS A的话是我们的Web server里面讲到一个Apaq这个软件 M就是我们的MySQL 我们是一块的服务也已经安装过了 这里面只有一个就是P 就是我们FPM加上我们的PHP 然后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没搭建 我们本身章节的话 软件的话就主要就是我们的PHP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个组合叫做NMP 它其实的区别 大家来看一看 红色标注这本 N的话指的就是我们的Web server里面的Nginx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Nginx的话目前来说的话 是我们非常主流的商业的Web server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 如果是自己的服务器的话 我们也使用NMP这样的一个环境进行配置 然后进行提供服务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的N这样的一个差异 而关于PIP的扩展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讲解一下扩展的安装 例如说Reddit是扩展的安装 M1开始扩展的安装 以及税库扩展的安装 每一个扩展的安装 就是为了使PIP增加一个功能 可以对我们服务进行一种操作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完成PIP基础环境的一个搭建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工具 进入到我们命令行之后 你通过SH的方式进入到我们服务器里面来了 然后的话来进行一些命令操作 按照我们PIP的一个基础运营环境 前面我们关于安装服务的命令 已经讲了很多的话 这里我们来考虑好大家 我们要安装一个服务之前的话 首先我们要在园里面查询这个服务存不存在 是YM search PHP看一看我们这个服务是否存在 发现服务比较多 那就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点 YM info来查看这个服务的一个基本信息 然后这里他把基本信息已经打印出来了 他说我们PIP版本是5.4.16 然后他又这么大 然后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本次的课程安装了PIP版本至少是PIP5.6 也就是说必须要大于等于PIP5.6 说明他5.4是不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5.6这个需求呢 是因为我们的后面主要想起来三个框架的话 他对我们的PIP版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我们本次课程的PIP要求的是5.6 至少是5.6 然后这里我就教大家怎么来实现 安装我们PIP5.6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跟我们前面讲解 安装我买社会其实是一样的 他都需要配置一个圆 这个圆里面有PIP的一些版本 其他版本的一个圆 我们就把我们默认的PIP5.4把它去掉 我们就不要了 好在我给大家的一个 大家上完课程之后 会看到有一个群 群里面可以下载一些文件 然后这里你会看到有一个 欢迎PIP的一个文档 然后在这个文档里面 我们会教大家基本的命令 来怎么讲我们的圣斗RX7里面默认的PIP5.4 不需要安装到我们的PIP5.6里面去 然后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些基本命令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已经确诊了我们PIP 默认就是5.4了 所以说它是不满足我们需求的 我们必须要升级到5.6 这个命令是来检查我们当前安装的命令里面有没有PIP 然后我们本地肯定是没有 那在前面没有个命令 我们就先不要做 第二步是配置圆 圆是很重要的 只有正确的圆里面才会包含我们正确的版本 我们在这个圆里面然后去让它复制出来 然后在我命令行里面进行执行 执行到圆里面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软件安装了 安装圆的过程的话 根据我们的网速不同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说可以稍等一会儿 好安装完成 我们在执行我们第二个安装命令 从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一点的是什么 当我们某一个操作系统它默认圆的版本不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加入额外圆的方式来安装我们其他版本 达到我们进行版本默认取代的一种效果 当我们做完这个操作之后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可以进行我们PIP基本的一个安装浪 那这里我们首先来安装我们的FPM 在安装之前的时候我们来查一查我们YM12去PHP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 你会发现我们刚才加入园里面 他可以同时安装好几个版本 一个是PHP55.5 一个是PHP5.6 说明这两个版本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部元器安装 并且他可以安装我们PHP7.0和7.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性就比较多了 通常这两个元 但是我们本时刻的我们就安装我们PHP5.6就行了 YM1到PHP5.6 然后是W-FPM 让那个过程然后进行安装 因为提示他权限不够 然后进行我们的升级提前操作 我们安装的是 5.6W-FPM 我们首先安装FPM 进行安装 进行安装YES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 FPM它跟PHP它有什么关系 FPM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进程管理器 专门用来管理我们PHP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安装到5.6W以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NG和我们的FPM 进行一种交互 而我们FPM本身它又可以调起我们的PHP的一个程序 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专门的PHP进程的管理呢 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撑起我们PHP的并发数量 然后这里它会停止一部分 让我们去输入是否是需要继续 我们就输入YES进行操作 然后这个车进行我们的安装 此之后看到我们的已经安装完成了 之后的话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来检测一下我们的版本到底对不对 对吧 然后如果对的话我们才应该知道我们安装的到底是不是5.6 我们第一步来进行我们的版本的一个check 到底我们PHP版本是不是5.6 check 我们PHP版本的命令是我们的PHP刚位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此时你会发现它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存在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文档 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在我们上面安装完我们FPM之后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安装PHP的扩展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讲解过 我们会安装我们的扩展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的扩展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扩展 就是说你安装一个PHP的时候 这些扩展基本上都是需要的 所以说叫基础扩展 还有一辈的就是额外扩展 例如说我们的REDIES扩展和麦麦开机扩展 根据你个人的需求不同 它是可以不需要或者可以需要的 而我这里列出来的基本上就是基础扩展 那这里我们先复制这个命令来进行我们的安装 一边安装我给大家来一边的来讲解我们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打开我们的文档 然后在这个文档里面 我们看一看 这里我们先进行安装 输入YES来进行安装 然后在这个文档里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前面这三个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可解释的话 一个是它的PHP的基本的包 一个是我们的PHP Common也是个基础包 而PHP CLI是我们的一个命令行的一个扩展包 命令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黑屏的一个框框里面 然后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进行输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包安装完了之后的话 进行我们的PHP杠位再能命令输出的水 它就会打印我们的版本 然后的话 后面这几个包的话 一个是基地 基地这个包的话 大家应该也是按比较熟悉 它是我们的PHP里面 进行我们图片处理的一个核心库 MB十尊印 你看十尊印码就是我们的支付串 然后是可动二是就是我们的加密码 然后我们的MySQL扩展和PTO扩展 在我们前面给大家说 我们会讲安装扩展的时候 我们讲解过 第一个是Redis 第二个是外面开启 第三个就是MySQL这样的扩展 然后这里我们提前先将MySQL扩展进行安装好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动态服务 没有不使用MySQL这样复的扩展的 所以说我们将MySQL扩展安装好了 PTO扩展的话是目前只要是主流的 我们的MVC框架的话 它都会支持PTO 并且它默认就是PTO 因为PTO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PTO是基于MySQL扩展上层进行实现的一层 好来看一看我们安装完成都没有 而此时看到我们的命令已经安装完成 我们执行PHP纲位这样的一个命令 此时可以看到我们安装的版本是多少 是PHP56.31这样的版本 然后使用了CRI这样的一种模式 这个是我们的PHP版本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FPM的一个启动 启动了FPM之前我们要使用PS-EF 来看一下我们的FPM有没有 那进行SYSPHP-FPM Starter这样的一个命令 再进行个F一下 看到我们的FPM已经启动起来了 通过这个命令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FPM它默认会启动一个MAS的进程 后面的话它会再启动几个止进程 这些止进程才是真正处理我们 PHP进程请求的一些进程 这就是我们FPM的一个核心工作原理 通过进程来进行我们的应用处理 增大我们的并发量 我们将基础安装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吉祥三宝的一个安装和讲解过程 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